今天天氣非常乾燥 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屯門上水和赤立角更加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 預料未來幾天仍然是天情乾燥 但離岸風勢會比較大 大家如果只是計劃水上活動就要留意了 我們轉看夜晚十一點的氣溫 是25度相對十一點的氣溫 濕度百分之六十八 紅色火葬危險警告現正生效 接著交給天氣先生 預測天氣乾燥漸轉多雲 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二十三度 身價會再低幾度 日頭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二十九度 風勢方面吹和穩至清淨東北風 展望之後的一兩日大至天晴 下星期初去到中期風勢都會幾大 天氣會比較亮 我們轉看下 日本開放自遊行 不過近日的氣溫變化就比較大 受到雲層影響 關東和關西今天天氣清涼 下午東京的氣溫只有二十度 比昨天低了六度 而大阪的氣溫更加只有十九度 比昨天低了四度 而受到封面影響 明天關東地區將會有雨 雨勢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地區 南部的雨勢可能會比較大 明天東京最高氣溫只有十八度 感覺比起今天更要涼 接著他世界各大城市的天力月測 廣州天晴澳門明朗 霍門天晴滾浦浦多雲 上海多雲 南京多雲 沈陽天晴 首爾天晴 大阪明朗東京浪雨 曼宮浪雨 吉隆坡雷暴 新加坡雷暴 瓦加達雷暴 护致明氏明朗 曼蓮拉雷暴 文協本浪雨 星年明朗 布尼斯班咒雨 桂林俊咒雨 奧克蘭咒雨 孟買雷暴 新德里明朗 卡拉奇明朗 冠哥華天晴 三藩節落雨 洛沉基雷暴 紐約咒雨 多倫多同志巴哥咒雨 罗馬落雨 蘇黎晨明朗 巴黎天晴 霍蘭克風明朗 倫敦多雲 阿姆斯特班落雨 天氣先講到這裡 各位晚安